试测纸真的是用了就离不开 洗碗机真的是太香了 太好用了 太省事了 太省时间了 据说它是乞丐版的VR眼镜 请叫我偷懒省时master 非常好用 都去买 都去买 姐妹们都去买 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2022年第一期大型淘宝海运开箱 关于家居用品 日用品和美妆品的开箱 这几类的东西 因为这次买的都不是很多 所以就合起来一起开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是一个大件 是一个沙发 我们家终于有沙发了 我们家在搬过来这个新家 一年多之后终于有沙发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沙发呢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沙发这个东西 需要坐着舒服 所以一定要去店里面试 试好了才能买 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一直在考试 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去看 到下半年想要去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比较严重 那个时候正好是Delta的 那个那一波疫情嘛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店里面看 就为数不多的几次 我们有一次去目击看 那个目击的工作人员就说 你可能要等三个月到六个月 就觉得哇好长啊 就需要等太久 后来我们就说再去其他店看看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嘛 所以也就没有到处走了 然后就一直拖着到了年底 年底就回国了嘛 然后再回来 然后盛哥就突然决定 一定要赶紧搞一个沙发来 所以就在这次淘宝海运的时候 入手了这个沙发 这个沙发呢 就是我觉得它坐起来是很舒服 它看上去也是很舒服的那种 但是呢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客厅是比较小的 就是前后距离就是三米多 这样子 在新加坡是比较普遍的啦 但是这个沙发宽就已经有一米了 所以这个沙发放在这里 我觉得是有一点大 但是深格就觉得还好 不过呢 这个就是事情总不可能十全十美嘛 所以就是既然它这么舒服 那就先用着 它的价格就是2000人民币出头的样子 就其实还好 所以我们就先用着吧 然后就是维达和吴皇万岁联名的诗测纸 去年双十一预热的那一期淘宝开箱 我第一次入手了诗测纸 如果家里面没有那种可以洗屁屁的马桶 诗测纸真的是用了就离不开 它这款是无添加无酒精无香精的 就是纯水 然后它这个纸巾 它这个湿巾是无纺布 可以直接冲进厕所 不会堵马桶 就很好用 这个以后就是家中常备 一定会无限回购的那一种 至于家里面为什么会没有洗屁屁的马桶呢 去年我们搬进来之前 我本来是想要把我们家的马桶 换成那种智能马桶 但是新加坡这边的卫生间 基本上都是没有插头的 而且这个公寓是很新的 我就不想要大改了 所以也就卫生间里面没有了插头 也就不能装这种智能马桶 不过也还行吧 以后就靠这个湿测纸 然后是这个finish的小型洗碗机洗碗块 一共买了三包 因为我在新加坡这边的超市 没有看到过专门给小型洗碗机用的洗碗块 给小型洗碗机用的洗碗块 就是正方形的小块块 然后给普通的大型洗碗机用的那种 是长方形的小块块 而且新加坡这边卖的会比较贵 所以就在淘宝下单了 据说呢它是可以有清洁软水 可以防水渍 让水渍快干 而且会让这个餐具会变得很亮 对 所以就买了它 这个肯定是还是要长期回购的 因为要长期使用洗碗机 洗碗机真的是太香了 太好用了 太省事了 太省时间了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然后还买了三卷这个保鲜袋 有一个中号的 一个大号的 还有一个特大号的 每一个都是200支 对 因为我也是在新加坡这边的超市 没有看到过这种普通的保鲜袋 新加坡这边卖的通常是那种带风调的那种保鲜袋 但是呢 有时候又确实需要用到这种 所以就买了 而且它这个是食品级材质 而且它是加厚的 就不容易破损 而且可以放进硅锅炉 它是耐低温耐高温的 好像低温可以到零下20度 然后可以到高温可以到100度 然后就是这个爱丽丝的抽屉收纳盒 这个我买的这个大小是47升的 对 我买了三个 一共是178块钱 这个我是买来要收纳那些备单床单盒整套的 对 这种透明的收纳盒 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里面的收纳物 而且它是最普通的白色 就也是最好搭配的颜色 这个抽屉 我现在拉着 我觉得是很顺滑的 而且据说它雷起来 它也不容易倾倒 因为它上面是有这种凹槽的可以叠加起来 是可以加固的 不过我拿到这个收纳盒之后 我觉得它的质量没有Muji的那种好 因为它的这些边边上会有一些塑料的刺 但是呢Muji的也更贵 所以其实也不能直接对比 就还可以吧 然后就是一个可伸缩可调节的厨房置物架 因为我们家的厨房比较小嘛 就所有的家用电器不可以放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就需要利用这种垂直空间来收纳 所以就买了这种置物架 它刚买来的时候 它上面是有两个调节的高度 但是都比我们家的微波炉要高说很多 我们找了很多家淘宝店铺都没有合适的 这款都算是最合适的了 但是还是会挡住我们家后面的插头 下午的时候 升哥就自己在这个框架上面打了四个洞 就变成这样子刚刚好的 水平方向可以调节 因为它后面有一根支撑的伸缩杆 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 它四个地角也是可以稍稍调节一下子的 有了这个厨房置物架呢 我就可以再买一个空气炸锅放在上面 我一直都想买一个空气炸锅 因为回国的时候 家里面那个空气炸锅用起来真的是太香了 就很方便 就比烤箱要方便好多 烤箱你还得预热 然后新加坡天气又热 你烤完东西把那个烤箱打开 整个厨房都特别热 但是有了这个空气炸锅之后就会比较方便 应该就没有那么热了 所以顶呱呱非常好 给声哥点赞 然后是这个GoTo的盲盒收纳盒 它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需要组装一下 Oh my god 就对 我之前一直没有买这个盲盒收纳盒 因为我觉得害怕会买来的不好看啊 不合适啊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买这种盲盒收纳盒 就导致我的盲盒都没有拿出来 只是在这里放了几个隐藏 但是这样子放也还是有一点乱嘛 所以我这次就下定决心要买这个盲盒展示盒 我真的是买这么小个东西都要下这么大的决心 就因为我觉得如果买来的东西不好或者不合适 但是它又是个东西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给处理掉 我心里就会特别难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它这个就可以放四层的盲盒手办 对 而且它那个盒子的门也是一个磁吸的门 就可以防尘 等我煮光好我带给你们看看吧 然后就是果壳的糖老鸭家居服 它是一个短袖一个短货 这个鸭鸭是迪士尼正版授权的 为什么打不开一点 短裤就是这样子的 格子的没有什么特别 这里有一个Donald 然后呢 它的衣服就是一个鸭鸭 然后背面一个鸭鸭 就是一个简单的家居服洗洗就可以穿的 我买的尺码是L 因为这种家居服就穿大一点 不需要特别合身 价钱是129人民币 觉得还可以 然后是这个申哥买的谷歌的Carbot VR眼镜 等于是 据说它是乞丐版的VR眼镜 就是有了它 你就可以第一视角体验什么 坐过山车啊 高速赛车啊 或者是在外太空啊这种 对就是YouTube会有很多那种视频 然后就可以把手机放在它里面好像 然后就可以 对它这里有操作的提示 就可以用这个乞丐版的VR眼镜 来体验这些东西 应该挺好玩的 然后就是 好太太的铝合金可折叠亮衣架 它这个铝合金材质 轴承连接处是那种硬塑料 没有金属轴承连接那么稳固 但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整体的重量很轻 女生也可以轻松的单手拿动 而且整体铺开就还算稳定 不过铝合金可能因为比较软 还晕过来就有一些小磕碰 就有一些掉漆 还有一处铝合金凹陷 不过就还好 因为它是在上面 就不太影响使用 它的价格我觉得还有一点贵呢 要200啊 208 然后是这个 B浪的云感内衣洗衣液 我以前都是用洗衣造的 现在都有内衣洗衣液了 而且它这个是直接按压就可以出泡沫的 就像那种可以直接出泡沫的洗手液一样 就感觉这种可以出没的会省去了 用内衣造 还要手搓起泡沫的那些时间 请叫我偷懒 省食master 据说它是可以72小时长效灭菌 可以杀菌 可以高效除满 而且容易清洗 不会有残留 而且它还可以去写字 这一点就对女生非常的友好 对希望它好用 让我先来试试看 最后就是几样美妆和护肤品 首先就是这个TAKAMI小蓝瓶 调底角质去闭口精华液 这个是我第三次回购了 它就非常好用 质地就跟水一样 无色也几乎无味 这个是用在洁面之后爽敷水之前 上脸之后很快就会吸收了 我脸上经常会长闭口 你们应该是可以 从我那些五美颜的4K视频上看出来的 这个我第一次用过之后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明显感觉这里的那种小疙瘩都没有 都变软了 就没有那么扎手了 而且用这个的期间 我的脸就是一整个平滑 没有得用的时候 就是用完它的时候 那些闭口就又回来了 所以就再一次的回购了 这个怎么打不开呢 哦 开了 对 它就是这样子的蓝色的 非常的就跟水一样 对 非常好用 都去买 都去买 不是广告 都去买 然后就是这个潘亭的深水泡弹洗发水 是滋养型的 它当时买的时候是买两个洗发水 赠品可以选洗发水或者是深水泡弹发膜 我是选了洗发水 因为我家才有那个深水泡弹发膜 我是发根有发尾干 而且我之前用过潘亭的深水泡弹发膜 我没有觉得用完会很油啊不舒服啊 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滋养型对我来说是OK的 而且现在又几乎每天都跟着流根红跳槽 所以几乎是每天都要洗头 那我就觉得天天都洗的话 就最好是不要用那种清洁型的洗发水 可能滋养型的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发尾会越来越干 那这个洗发水呢 它的官方就是说 有什么深水超微小气泡 可以深入毛孔清洁头皮与发丝 使头皮深呼吸可以亮发顺滑不干涩 这样子听上去就跟我的需求就非常的匹配 所以我就下单来试一试 好用的话再跟你们说吧 然后是星院先生的单促假睫毛 我上次双十一的淘宝开箱 我不是说我get到了睫毛的重要性吗 于是我就购入了好几盒那个清院先生的假睫毛 我回国的时候带回去用了很多 而且后来我在国内又接了睫毛 不过现在也已经基本上是掉完了 所以就又回购了这种单促的假睫毛 不过我上次买的是仙子毛和鱼尾毛 这次我买的是这种小恶魔仙女款睫毛 还有一个是比较浓密的这种睫毛 这个睫毛它都是有长度的 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选长的或者选短的 单促的睫毛我感觉会比那种一整根的 会更加灵动一点 因为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眼型来做调整 虽然单促的这种会比较难贴一点吧 可能会费多一点时间 不过就是练顺手了其实就也还好 对这个就很好用 喜欢化妆的或者是刚刚开始接触化妆的姐妹们 都去买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的 最后呢就是这个落色的化妆刷和粉铺清洗剂 它这个应该也是直接挤出来就可以出墨的 对你看它这个泵头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它就不会说挤出来你还需要洗墨的话 它有可能就会弄的特别多 然后弄到特别多你可能就会冲不干净 像如果可以直接出墨就会比较好一点 落色这个牌子好像感觉最近就是特别火 我有买它那个气垫粉铺 那个气垫粉铺真的是挺好用的 我感觉如果我那个用坏了会回购 因为我当时是跟我朋友拼的 所以我就拿到一个 所以那个用坏了应该是会回购的 据说这个清洗剂会比较温和不伤手 而且据说它是可以还原粉铺的那种使用感 因为粉铺你可能洗的多了 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软糊了或者是怎样 所以它这个据说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我就买来试一试 化妆工具如果一直用不好好清洗的话 就对皮肤会不好 这样子你用再多的护肤品可能皮肤还是不好 而且它还送了一个这种化妆袋的一个小网 这个好像是可以折叠的 对 希望它们好用 那么以上就是2022年第一期大型淘宝海运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虽然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看的爽 也希望能给你们618的买买买带来一些小小的灵感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哟 谢谢你们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下期视频可能就是618的大型淘宝海运开箱视频 又或者可能是6月底会出第二季度的空瓶季 反正Vlog是要割了 因为我又要考试了 拜拜